安利财经台 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Tonight's Seeked Zen 我是杨玉玫 这个全台湾独一无二的3C带状节目 每一天都用半个小时间 给你掌握我们的台湾全球科技的新趋势了 不过今天要谈什么 谈的是原来Motora要裁员了 但是话说X Phone5月要上市 为什么要裁员呢 出现什么危机 还有包括最近要不要来运动减肥一下呢 我开始要运动减肥了 但是如果觉得说少一个半 或者是没有动力的话 3C科技产品也可以帮忙 今天会议的两位来朋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见怪不怪 我们的怪人 而不是我们的常客 罗长伟 我们蚂蚁科技方的站长 超伟哥你好 姻妹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那还有呢 我们今天的新秀 我们的新面孔 帅哥又来到现场了 我妈妈又很开心了 我们科技专业的作家 道格 道格哥你好 女生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那现在呢 马上来关心一下 我们的头条新闻了 iPhone 5s 即将要问世了 而且呢 我们现在管说 5s呢 它可能是在暑假问世 但是呢 下一代的iPhone 6 有什么样革命的 一些新的创造呢 发现了里头呢 在晃剑底下 会有这个指纹的感测器 另外呢 还有现在很流行 很多的旗舰机 都会有的NFC晶片 我们呢 都会在里头了 但是呢 这个5s哦 我们来看一下 好 5s就会装了 但是呢 我们看到了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那道格哥来 帮我们来解释一下 好不好 OK好 有预测是说 台湾 就是那个iPhone 它可能会跟那个台湾 一个叫做那个 新邦科技的人 购买那个指纹 辨识那个sensor感应器 那这个感应器 会加装在那个 后件的底下 那未来等于是说 它可能会有加装 一些那个防盗 还有一些那个 保密的效果 加装在里面 但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看到说呢 它就包括 这个摄影的镜头 有做改善之外 输入密码 交易授权 等于说之后 我们有了5s之后 用手机买东西 可不可以做得到 其实可以做得到 应该是说 因为以前的 可能交易是说 输入密码 安检等等之类的 可能现在就变成说 是指纹的话就是 反正全世界人类的指纹 全部都是独一无二 对不对 所以我等于是 我扫描进去之后 它等于是取掉我的密码 那我可能就 可以我扫描进去 我就可以进行一些 交易的动作 不但是节省时间 而且你也不用担心 手机丢了 那我的这个里面 要是内存的一些 授权的一些机制 或者是外流了 怎么办这样子 不过呢又问到一个问题了 因为之前嘛 关于这个乳摸 就是这种乳摸的这种消息 都传出呢 iPhone甚至会把 这个Home键给拿掉 那这样看起来 似乎是不会吧 不会不会 这样子 而且其实Home键 好像一些比较 特别的功能啦 但是呢 说也奇怪 iPhone它特别 现在是强调 要再去做秘密的 个人隐私的部分 包括还买下了 这个Ordo Tech 美国这个机密的公司 它打这一块 目前还没有手机 做得到嘛 那它打这一块的话 道个你觉得 这是一块 一个不同于别家的差异吗 我觉得跟这个 可能跟新邦科技 结合起来有关系 第一个是说 它是做那指纹辨识嘛 对不对 那接下来 它一定要做到 保密相关的一些事情出来 那因为刚刚我们有提 接下来我们也提到说 有关于那个NFC 这个机制出来 就等于是说 OK好 现在就蛮流行 其实说NFC 其实算是一个 老生常谈的东西 其实在2009年的HTC 它就出一个 Tattoo的时候 就有类似这样 类件那个Yoyo卡的功能 在里面嘛 对不对 可以去刷这种 竞品的感应 对 但是问题是 假设说今天这个手机掉了 我另外 假设说你掉 我可以把它拿来刷嘛 对不对 但是现在如果说 我加入了这个指纹感应 还是这种保密的机制 下去之后 就算我丢掉了 我没有这个指纹感应 我没有那种防御的机制的话 我是没办法做这些小费的 优游卡我也不可能 直接拿去刷了 这样子 对对对 因为NFC我们上次 有个单元有讨论到 就是被人家拿走该怎么办 对啊 好这样子又有了这个密码 这个指纹的加密 这看来呢 应该是有双重的防护了 好但是呢 我们讲到手机 就是长江 后浪推前浪 不过呢 我们看到了 有很多的科技达人 来这边私下问他 你未来最期待什么手机呢 游线说 就是Motolora的XPhone 虽然说对台湾人来讲 Motolora的情酒系消失了一样 但其实呢 它是被Google买下来之后 好像就是要以XPhone 来推出他们市场上的 一个新旗舰 起死回生的王牌 但是呢 马上要在五月份 就要上市的这一款XPhone 竟然精传呢 因为Google 它已经传出了 这个我的Motolora 要传出的财员1200个人 这占了他们 整个员工的十分之一 而且呢 这个瘦身了之后呢 他们自己说啦 我们手机照样推出 手机照样优秀 财员跟这个没有关系 可是它手机到底优不优秀呢 常伟哥 我们来看一下 据MWC的时候 有一些传言放出来 看到一个类似XPhone的东西 对 那据说会在Google的 那个Io大会发表 大概在5月17 5月15到17左右 对 那现在传言说 它萤幕大概4.8吋 然后解析度到1080p 可是我觉得这个 这个还好啦 但是因为它这次 也是走超轻薄的路线 然后也是拨边框 上次Razer就有一些人反映说 它的续航力不太够 所以据说 这次电池有稍微把它延长一点 可是稍微也指到 对 不过加1000多 其实现在手机大家都不够用 我是觉得 有延长 但还是就是 能够撑个1000 我是觉得不错了 对 那最大的特色 最重要的 对 要讲一下 对 就是它这次 据说应该是 Google会给它 这个Android 5.0 来跟三星做一个开放视频 来做一个竞争 对 做一个市场的平衡 对 然后当然啦 内置的无线充电 可能就是考量到 它这个其实 它这个电培 这个荣耀 好像还是有限 很方便一点 对 好 但是总归一句话 常伟哥 规格来看 有达到我们科技达人 心中的那种 那种预期吗 网牌吗 我觉得这个超薄设计 其实我是蛮喜欢 因为上次Razer 其实我是蛮喜欢的 可是上次Razer的 市场反应怎么样 可能市场 好像反应 不是那么的漂亮 但是其实我觉得 机子是蛮漂亮的 对 但是其实这一支 出来 我觉得最大的特色 就是要跟三星 就是做一个 就是说因为三星的市场 市占量越来越大 那Google它是一个 开放性平台 它希望就是说 大家它的市占率 都差不多 然后全部都被三星拿走 特别的大饼 对啊 那以后其他的万一说 我不买你Google的OS 那它的授权费 就可能就没办法收 然后三星就被它 牵着鼻子走 甚至广告啊 猜账 可能都会被反过来 咬一口 好但是我们看到 Google除了这个S Phone 它想说这个 我们这个推出S Phone 不是在于我们要卖多少台 而且我要带动 整个产业链 除此之外呢 Google不得了 它现在还要出什么 我们就有谈到的Google Glass 这个Google眼镜呢 它现在已经传出了 它里面的内建软体 有哪一些呢 它还特别和纽约时报 The New York Times 来合作阅读软体 但是想到了这个呢 它的眼镜上面 可以在APP 我们来看一下是 来到哪 有哪一些的APP 我们可以来使用 最主要最特别的应该是说 它第一次跟NeoTi合作 那等于是说 我在眼镜上面 我却可以看到所有的新闻 那它有特别一个诉求 重点是说 它可以搜寻新闻的大标 比如说我可能 讲一个指定 反核废核 它就会搜寻说 新闻大标里面有反核废核 这个字眼的全部都会列出来 那接下来 比如说像Gmail Apple Note PES 这些就是Google很基本 大家常会使用到的软体 同样都会在眼镜里面 所以你刚刚看到说 可见它还是有语音搜寻的功能 有 所以你会看到有人戴眼镜 自言自语 不要以为说 它是不是有问题 还是说什么之类的 它戴的就是最夯的Google Glass 而且这个东西一推出来 它改变了多少行业呢 我们来看一下 九大行业通通被改变了 到底我们来讲一下 到底有哪些是比较特别的 我觉得最特别的话 我要分享一下 就是GPS的功能 GPS 因为你看像 如果说今天GPS导航 它全部在眼镜上面 然后那个什么 线路都帮你画好 其实那个比语音导航 还要来得更方便更便利 那我还蛮推荐就是旅游这一块 旅游 因为其实我在 之前我有去那个希腊旅 自助旅行的时候 我拿了一本地图 然后一个博物馆的总览 然后还有美食的书 等于一个三本在手上 然后在那个相机啊 水拿在手上 等于是我根本没办法去搬 可是如果说 今天有的Google Glass 我再戴上去 我要走到哪边 它可能这条路 哪边有什么好吃的 全部都帮我列出来 就还有一个周边的一些 对对对 那我可能到一个 那个风景区的时候 它可能就列出来 这个风景要特别看什么 什么无觉古物的 一些那种information 全部都列出来 我觉得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而且有个特别是 执法 原来呢 为什么可以执法 也要是以后警察 就跟未来的时空战警一样 我戴个眼镜 我可以辨别 嫌犯的长相 好 到底你的凶手是谁 真相就一个 就是常伟哥 这个很方便 对不对 好 但是呢 我们还要再请窗一个 来帮我们来带到 我们下一个议题了 这个就是呢 我们即将要在明天呢 也会透过视讯 来跟您做跨洋的连线 S Phone呢 有新技术了 明天会有一个正式的 后天其实它会有一个 正式的发表会 但现在呢 它的这个新规格 幕序在曝光 有一个3D的广角照相功能哦 可是呢 一般人对照相哦 有3D 3D怎么照出来 我们先看看这一次 它推出来这些规格好不好 对 那其实哦 就是最近在网路上面 就有流传出一个 算是小道消息 就是Samsung它自己 又送了一个专利去 那专利里面包含了一个 迷你广角镜头的一个架构 然后再加上 它里面其实最特别是要提到 3D电影与停格 那其实呢 一般3D电影 然后我们之前看到Samsung 它电视墙上面可以看到 有一个流出的一个双 背后有一个双镜头 两个孔 它是双镜头 虽然说现在在网路上面流出 这个好像不是很那么贴切 我们真实 只是说 如果说它这个专利申请 这一支也许就是 有可能会有 会出来的机制哦 但是我要谈一谈哦 为什么一般的相机手机 它没有办法做到3D呢 就是因为你只有一颗镜头吗 还是 对 只有一颗镜头 3D你要 首先拍你要两颗镜头 那拍其实简单 但是你拍完 你要去看那个3D就很麻烦 对啊 我要怎么看 像之前HTC就有出那个EVO 3D 因为它就可以裸式3D 像Sony也有一个3D摄影机 它其实在荧幕上 就要做裸式3D的效果 不然其实你拍完你看不到 对啊 而且如果说我拍完了 我要分享到Facebook上去 3D是不是又变成了 就变2D 但是你可以分 side by side 就是两个画面 就是左右眼人上转上去 如果有办法看的人 它其实还是可以看 它要怎么办 变斗鸡眼吗 还是要有特别的眼镜 斗鸡眼也是一种方式 也是看3D的摄影机 每个人看着 这样看着头昏眼花 好 但是我们来看到 其实常伟哥 不要看到他每天来这边上节目 他是来做身体健康的 本身他可是HTC的大股东 好 我们来看到我们下一次的新闻 常伟哥心中要不要躺鞋了 好 宏达店现在的心机 The New HTC One 要延后上市了 再说股价今天创三个月的低点 常伟哥你自己买了多少张 我剧酒买的 他应该买不少张 不少张这样子 所以整个产业都 好啦 先来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其实这一次就是因为 零件的一些良率影响到了 所以说对于王雪红来讲 他一个人其实就蒸发了10亿的身价 因为你不要看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看来已经蒸发了14% 今天是收在200多点 而且也是下伏了将近半根的股价 是下伏了将近4% 我们来看到这股价创新低 什么原因咧 音圈的马达缺货了 音圈马达是什么 常伟哥 音圈马达大概是一般的相机里面的一个 对焦的系统 是 那为什么这次会缺货 就是因为这次The New HTC One 它要推出的是不太一样的 这种照相机的这种概念 好 再另外这个模组的良率又非常低了 好 那再来这个营收下跌 而且我们之前看到前几件新闻 副总是跳到华硕去了 再来说它这一次的金属机壳 一体成型的 这比iPhone的铝合金的技术还要再更高 是不是没有办法供应呢 因此我们看到部分地区 它现在就说了 不好意思 本来我们三月中可以上市 本来有些朋友再两天可以拿到 通通要等到月底了 这个跳票会跳多久 还没有人知道 而且冲击到什么呢 我们看到下一张 包括了它的宏达地盖面股 通通受到影响 做机壳的可乘 现在可能搅不出货来了 电池镜头 镜头这真的非常伤脑 我记得这一次的镜头是特规嘛 那包括里头的软板 触控面板呢 通通都往下跌 而且你看都是三成四成 这跌幅非常的可怕 但今天我们来谈软一点的这个话题 你看看这个供不应求 或者是说它出货量有问题 好像不是第一次了 上一次的这个旗舰机这种蝴蝶机 也发生一样的事情 道哥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有什么方法 连两个这种重要的旗舰机 都发生同样的问题呢 其实我觉得它会想要 营造一种那种排队的心态 饥渴行销 对对对 我会觉得它是想要 采取这样子的方式去做 那常伟哥你的看法呢 为什么它会没有办法得到教育 还是说它就是硬要挑 这么难的规格去挑战 反而踩到自己的脚 我觉得它就是还是要走新的突破 那只是说蝴蝶机 为什么缺货 其实个人也不是很理解 但是这一次因为你CPU 跟搭也是用那个高通的嘛 你要跟人家抢CPU的量 然后你机壳 那个铝的要用那个CNC 对慢慢去洗 一个一个做 那你当然比塑胶做 它慢一点 对啊 再加上还包括 然后镜头又特制 还有那个Ultra Pixel 真的很难 所以我觉得这种种下来 都是它很难交货的原因 但是会不会因此影响到 就是宏达电 就是如果说你喜欢HTC的话 会不会因为两次都这样子大延货 让您对这个品牌 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这可能要看它们后续的行销了 好 但是休息片刻 稍后要带您一起动起来 喜欢运动吗 想要减肥吗 稍后不是带您带健身操 我是要告诉您 如何利用3C 帮您达到健身的功效 稍后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Just call up and they will be great 你洗衣时 是否使用太多水 Sharp用心 科技变得更有新 新感官 新家电 Sharp 新闻只有一个观点吗 数字只有一个意义吗 答案 就在我五四新观点 我是阿关 陈斐娟 国际大小事 我帮你解码 台湾岛CCI 我帮你发声 2月18号起 每周一到周五 晚上10点到12点 我在五四三立新闻台 五四新观点 我是新观点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有本事 那你要凭什么本事 贴下你的节目 我有事情 在科技之外 会有本事 就像机械脑袋 玩过我就对了 生活没有出现 真假的利益 那我们来合作吧 请不吝点 每周一到周四 晚间八点半 比赛科技大小事 交给Junai Sharp 台湾岛CCI 台湾岛CCI 全新出发 资深房地产专家田大全 以全新观点 带您专业掌握 国内外房市脉动和讯息 现场直集 全台各地中古屋 暗星城屋 审美观察 设计师帮屋主 逐梦圆梦 不管你想买房子 卖房子 租房子 看房子 挑房子 田大全 一次告诉你 请锁定三立财经台 台湾岛CCI 华流蓝乐 华流二三月号 独家专访谢博安 超级偶像人气王 谢博安 25万火迷 冲破粉丝团 舞台魅力 席卷全台 华流二三月号 博客来 中文杂志 销售冠军 7-11及各大书局 限制抢购中 你今天运动了没有呢 其实呢 现在全民吹起的是 健康运动风了 但是呢 除了手套 护腕 还有一些 哩啦啦之外呢 您在运动的时候 可不可以佩戴 3C的一些产品 帮助您健身 减肥之外 还可以达到 时尚的功用呢 我们突然谢个赞 今天呢 就要带您来 进入这个 3C的科技世界了 不过在这之前呢 我们先来 扪心质问一下 你一个礼拜 运动多少天呢 常伟哥 我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 会骑假车 好 就是一年运动不到一天 是这样吗 不会不会不会 蛮长旅游的 蛮长旅游 蛮长旅游 蛮长旅游对不对 蛮长运动嘛 你看看 人家道格就不一样 道格来说一说 我基本上 一个礼拜会去 3到4次的健身房 你看看 常伟哥 人家的这个频率 大概是你的几十倍 对不对 而且现在呢 大家都会疯狂的在讲说 我们马维中的夫婿 这个Allen Tsai 他有神秘的人鱼线 这练的这个线条 非常的漂亮 难怪一次出场费 要五百万 你看看 常伟哥你出场费 这值我也蛮壮的 你真的是鲍鱼线 对不对 好 但是我们刚看到 大家的这个运动的习惯 跟频率 还是要做到333 每礼拜三次 30分钟 心跳达到130下 但是来看看 我们的调查状况 显示如何呢 运动的人数 是的确 这个意思有慢慢的起来了 然后你达到333的话 百分之30点多 可是呢 不运动的人 大概还在两成左右 所以呢 常伟哥大概是在这个的边界 对不对 硬是说自己是有运动 这样子 好 所以说印度的强度 其实有时候运动 很无聊耶 你一个人跑跑步机 去健身房 去看妹 可是有的时候 就觉得跑步很无聊 但是呢 我们的这个时尚科技 可以帮您做到 像是呢 我们来看到 如果说呢 你想要跑步的时候 听音乐的话呢 好 现在的潮流耳机 引爆话题 我们在上一次的 341.0的 礼拜六单元呢 跟你交过各样的耳机 但是运动的耳机呢 现在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道哥今天带了 两款耳机 来帮我们来做介绍 你运动的时候 不管是跑步啦 游泳 有什么样的耳机 现在是最新推出来的 这一款的话 我个人非常推荐 因为这个其实 已经出第二代了 它第一代的话 就是说 这一款特别是说 它是耳机跟 MP3播放机 结合在一起 所以它等于是说 它上面有一些那种 操作的功能在里面 它里面有内建 1G的记忆体 它等于是可以储存 差不多1200多首歌 那也很够 而且它是一体成型的耶 对对对 所以我就直接这样戴在上面 我就可以这样听音乐了 好配你哦 是因为粉红色吗 对对对 好 所以说我们看到 其实它上一代的话 是防汗水 但这一代的话 这一代的话 最特别是说 它可以下去游泳 而且是在两公尺之内 不过来这边 我的一个小秘密 马上请道哥 把它展现出来 过去也有这种运动的 游泳的MP3 我说游哇 我们来看一下 过去的话 这其实是很早很早之前的产品 你看这个就是MP3播放机 对 那它就是绑在那个挖镜上面 对 泳镜旁边 而且重麻烦是说 这个线 有可能会缠住你的脖子 还是缠住说你的头发干嘛 游起来会不顺 很麻烦的是 因为其实它手中拿的 就是我之前买的 这个价格 大概也要3000多块 而且我游个仰视 游个自由式 马上一拨线就掉了 很麻烦 这游泳根本就游得不畅快 因此我们看到这款 它其实是改善了 它是无线式的嘛 一体成型改善这样的功效 只不过呢 如果说您想要去做别的运动的话 其实不只是像这样子 一体成型的耳机 有一个帽子型的 我还以为它是有帽 它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款蛮特别是说 这个就是那个 我们一般看到那个耳机的 那个发声的单元 对 它就是把它塞到里面来 那整个就是一个耳机 那之后就是把它 但你要戴上去 然后耳机那个 耳机刚那个没有 就在你的耳朵旁边 然后这样就可以听音乐了 那这个这样子戴起来的好处是说 比如说像你 可能冬天的时候出去慢跑 那个有时候风太强 吹着头会痛 或者说有些的女生头发比较长 那你去跑步的时候 怕会勾到舒适 还是说健身房的机器干嘛 会扯到干嘛的 所以这样包起来 也算是个保护头发 保护头部的一个作用在 而且这个的话 也满耐水洗的 所以不怕说它脏 怕它臭 但是呢 道哥 我跟你讲 现在这个帽子给常伟哥戴一下 我要特别讲它一个特点 有多不一样呢 可以看到它是一种瑜伽的 轻缓的运动风 怎么样 是不是很像跳街舞的人 是不是很Big Boy 是不是很Breaking 是不是很有街头的style呢 怎么觉得比较像是在讨钱的 好啦 真的还是要依照个人的使用来做配备 这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价格 这多少钱好不好 我们看到你身上还带的 我刚说过我今天买那款 大概要在三千多块 那这一款多少钱 这个要两千 两千大概四百多块 对 对 所以其实相较之下 这个是也还蛮亲民的 我个人真的蛮推荐这个的 颜色 有蓝色啦 有蓝色可以选择 有蓝色有黑色啦 所以说不是这么的粉嫩 但那一款我一定会想买 好 那我们头发很灵乱的常伟哥 要来告诉我们啦 如果说呢 我们是要来做户外运动呢 你自己说的 你自己非常喜欢 像我旅游 所以我常常就是在外面 去旅游的时候其实想要撤 那我这边要先介绍一款这个 Belkin的这个手机的背带 B套 等一下 这个东西我也有 你看这多喜欢运动 来来来 看一下看一下 过去我们讲B套是这种东西啊 对不对 这个呢 我的这个iPad Nano 我就套在手上 不过呢 很麻烦的是 它这边不锈钢的地方 让我已经沉沉了 会被汗水弄脏嘛 对不对 会锈死掉哦 那久了之后其实也不是很舒服嘛 但是你这款带有东西 我这个是全部的 然后你就可以把手机放在里面 对 那像我上次去骑假车 我手机放在口袋 我骑一骑就想说 奇怪怎么路边有手机 就我想说我去看 发现是我自己的手机掉在那边 就还摔到旁边都那个缺脚 我都很心痛 所以我这个你就放进去 对对对 那它有什么样的 好像说这种B套的东西吗 它其实现在有在做一些 就是防水啦 排汗的这些功能 更透气了 对啊 就可以讲电话 有个问题哦 它需不需要有这个反光的功能呢 我觉得不用 因为其实现在运动的人 它其实 我觉得应该是要装在衣服上 就要有做这些反光的 那个不是在早上起来打扫的人 对啊 没有 骑脚踏车其实也需要 也需要就对了啦 对啊 像我常常骑脚踏车 其实我还有一个就是像 这个GARMY的这个自行车的导航器 对 那它就可以去训练你的 譬如说我路线 我就先预先规划好我的路线 对 那像你都在哪边骑啊 大概可能是 那个台中的那个日月坛 哦 我还想说你如果说去巴黎骑的话 我想问你会有没有看到什么 比较奇怪的那个 然后目击现场 那还有呢 因为它还可以配这个 心带感应器 心带感应器 对 例如说你现在 譬如说你心跳 例如说骑脚踏车骑人类 它你如果心跳太快 它就会提醒你 对 然后还有这个 它还配这个踏平感应器 就是例如说你 例如说像我有时候会去租那种 电动脚踏车 那我轮胎转很快 可是其实我踏板都没在动 对 那你刚刚就 那忙就被抓包 那你哪 那哪叫运动嘛 没有 有啦 就是我还是会骑一下 那回去监看 那我每次越骑越多 对对对 就是这样子 好好好 但是我们看到 你今天还戴了 那是什么东西 那其实我还有 就是一个叫做 那个高尔夫球的手表 高尔夫球的手表 其实我会打高尔夫球啦 我知道你很有钱 所以说你这高尔夫球 是你奢侈的运动 但是你会不会游泳 就是稍微游一下 好好好 不要造成大家的困扰 好 那高尔夫球 那高尔夫球这怎么用呢 手表跟高尔夫球 有什么关系 那就是高尔夫球的手表 它收入了十国的 那个高尔夫球的球道资讯 所以你每打每一杆 你就可以去记录说 我这一杆打了多远 然后还有说 我下一杆 我继续要打多远 才会到国里 然后它所有国里的资讯都会有 所以说是打高尔夫球的 但是今天你高尔夫球 也拿来到现场 对不对 好来示范看看啦 示范一下 好 对 像我如果戴了这只手表 对 那我开球 那我就从打了出去以后 是 那我就到下一个球 下一个我落球点 对 那我到这边 那我这时候它就告诉我说 距离下一个球道 还有 就是距离球洞还有多远 对 那我就可以看这个手表 告诉我 对 那这样对你的帮助是什么 那我回去的时候 我就把这些资讯 传到我的电脑里面 那我就知道 我每一杆 我的记录有多远 那我就会慢慢去调整 你说我没有打偏 那不会说 我这次十八栋打完回去 怎么我完全都不知道 我自己在打 对啦 有时候可能 而且据我说你要是又没有球筒 什么之类的 帮你做进来 这等于是电子球筒 电子球筒了 OK好 所以那但是你还带了其他手表 那是什么东西 对 这么多款的手表 对 那另外一款就是这一款 这一款叫做 也是GAMI的 因为今天这个都 蛮多 GAMI做蛮多运动手表 那这一款就是专门做 铁人三项 铁人三项的 所以它一定防水吗 对 我了解你不会游泳 对 不太会游泳 对 但是它这一款内建 拘力的感应器 全三项他们就非常在意这个转换率 然后以及它这个可以拆下来 到时候你就可以放在你的自行车上面 对 所以它也可以 所以说它可以拆卸是 你跑步游泳骑自行车都可以 对不对 而且这些都会有一个叫做虚拟伙伴 虚拟伙伴 对 你可以上网找 跟你类似一样的那个同伴的一些资讯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 有社交的功能 对 就是你可以 就不会说那么无聊 就是可以去竞赛 互相竞赛这样 对 但是说真的 常常跟你说这么多 我觉得你最适合的是这个 没有时间运动 懒人运动 找不出时间来运动 都说我旅游在运动就好 道格来帮帮忙 对不对 因为现在在手机里面的这个APP程式里头 就有一些东西 我们来介绍一下 OK好 首先第一个我非常的 因为我自己平常也有在慢跑 所以我都用这个APP软体 这个APP软体比较特别是说 你下载好之后呢 你再用这个绑在你的手臂上面 你就可以慢跑 这个是Nike Running嘛 对不对 那但是下一款呢 我们看到下一款的APP是什么 刚看到Nike Running之外呢 你还可以用到的另外一种 这个的话 其实最近都蛮常流行的是说 你没办法运动嘛 对不对 然后可是有些人想说 想要在家里教你怎么样运动 那现在有些那个APP的付费软体 它就会有一些 内建一些那种教学的影片 然后放在这个APP软体里面 那你就可以 按照它的影片的动作 然后自己在家做运动 好 等于说我请了一个就是郑多燕 就是在家里面 在家里面的专属教练 就是我们看到刚刚的一个 他其实这个APP呢 他其实是在讲说 在个人跑的这个是有一个club的概念了 对 好的 今天介绍完这些运动三一之后呢 是要告诉你了 周小川担任了人民央行的行长 序院会有什么效果 哇 你们今天造型很有feel哦 搭配造型 佩戴的眼镜很重要 不同场合的打扮 当然也要多副眼镜来搭配 Santa Barbara Polo双彩系列 宝导现在配一副 送一副 不只让你亮丽有心 造型也更加殊涩 专业好势力 服务好品质 保暖眼镜 从混沌中看见了一名 站上债券巨人肩膀 力争投资一路向上 Pinco新兴市场债券基金 新兴首选 首选Pinco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钱应享乐公开说明书 华流来了 华流二三月号 博客来中文杂志 销售冠军 最红华剧 真爱趁现在 经典场景独家公开 浪漫吻戏 一次回顾 真爱趁现在 人气关键 完全解密 独走定二三月号 华流杂志 独家贡名 真爱趁现在 珍唐剧照组 88路线进展 本车开往台铺大道 第二杯半价 一够88元 台股受到激励 家人居住开盘上涨88点 所有消息店受到 单力财经台在88频道 赞玉华 蔡伟霆 李星云 杨一梅 陈书贤 王志玉 台股的起点 就在单力财经台 锁嘚啪啪 每天发发 华流来了 华流二三月号 博客来中文杂志 销售冠军 寻找真爱趁现在 华流明星 私房推荐 情人好礼 交您情人节 甜蜜是爱 锁定二三月号 华流杂志 回韩出奖要送您 真爱趁现在 情侣对见 用柔软的心 呵护最爱的人 春风超细柔 抽取式卫生纸 李星云